你眼里的一面 启禀大人 长州府江捕头修建 请他进来 是 属下参见老爷 江捕头 你怎么到一兴县来了 喂 老爷 属下是跟暗院大人一块儿回来的 暗院大人 暗院大人到夷兴县来干什么 老爷 巧儿的命案凶手另有其人 暗院大人是回来弃凶的 暗院大人到 霍青山参见暗院大人 起来吧 谢大人 夷兴县 卑职在 顺卿王府 卑女巧儿的命案 你是怎么查的 怎么不明不白的 就把无辜的和尚往长州府里送呢 回大人的话 卑职原本无意将御林送往长州府 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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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什么 无奈顺卿王府的吴总管 一再地暗示 卑职官小 如果 判御林死罪 唯恐 王爷他会生气 所以 将御林送往长州府交由大人审礼 你是说当时吴城就知道本院在长州府 是的 好一个借刀杀人之气 大人 您 快点召集补防 跟本院去弃拿真凶 真凶 真凶 你还不知道吗 你上了吴城的当了 吴城就是真凶 我吴城所作所为 皆出自个人意愿与旁人无色 恐口说无凭立字违惧 舅舅 这样写 您总放心了吧 很好 很好 我很放心 我这就把银票给你 我们就走吧 上哪儿去啊 这你就甭操心了 反正是没有人找得到你的地方 好 走 你就上车 我来驾车 好 是 来来来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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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城啊 我们两个总有一个要死的 舅舅 总不能是我吧 你别乱动啊 你把马儿吓跑了 你死得更快哦 舅舅 把我弄死了 你不见得没事啊 你写的这张字句 不就是你的遗书吗 他们会认为你是畏罪自杀的 那么这张银票你用不着了 就还给我吧 我上了你的当了 可别怨我 要怪你自己呀 舅舅 我错了 您就饶了我吧 你放我走 我会躲得远远的 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我很相信你 我真的很相信你呀 可是我的手痒了 没办法 我真的手痒了 我不断除了 我 别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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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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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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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还不快开门 一定要暗院大人 大人 大人 什么事 清兵大人 暗院大人到 大人请 杯职拜师遥参见暗院大人 拜师遥 杯职在 本院问你 你的外甥吴成在不在你府里 回大人 杯职已经有好些时间没见过吴成了 真的吗 杯职不敢欺骗大人 来人呢 在 给我搜 是 敢问大人 吴成他是出了什么事吗 他出了什么事你会不知道吗 回大人 杯职确实不知 尚请大人明示 是 霍智信 在 你告诉他 是 拜大人 令外甥吴成 奸杀了顺亲王府的卑女 巧儿了 有这种事啊 该死 真该死 哎呀 吴禀大人 小人将府里上下都搜过了 没有吴成的踪影 吴禀大人 小人在西郊树林发现一具尸首 他的长相很像无大官人 大人在那边 大人在那边 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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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糊 找给我做雷印尸 是 王爷也真是的 去了这么久 也不派人烧个信来 害得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每个着落 王爷回捕 哎 王爷回来了 总算回来了 这路上的马车啊 差点把我骨头给颠散了 王爷挤一下 哎呀 起来起来起来 哎呀 王爷 怎么只看到您一个人回来 真儿呢 哎呀 你就递着你这宝贝女儿 那不是她跟她的和尚女婿回来了吗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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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玲没事嘞 真儿 真的呀 当然是真的 是呀 玉玲 快来见见额娘 福尽吉祥 玉玲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给我听听 说出来您会吓一跳呢 凶手是吴城 真的 是吴总管 这份遗书 分明是欲盖弥彰 吴城是他杀的 他杀 哎 大人 您是说 吴城被杀了是灭口的 没错 难道说 吴城奸杀巧儿 这背后一定是有人主使了 我想是应该有的 这件案子 我非得要亲自查一查不可 大人 您当面问问玉玲和尚 不就可以了吗 真是没想到 人心难测 吴总管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 可是阿玛却把他当个宝 现在知道养虎为患了吧 你怎么教训提我来了 我的心里已经够窝囊的了 哎呦 你就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 谁叫你总是看玉玲不顺眼来着 我那是因为 算了算了 我不想跟你解释 反正啊 你永远不了解做父母的心事怎么回事 我怎么不了解啊 您就是不喜欢玉玲 所以逮着机会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没句好话说 哥哥 你就不要再埋怨王爷了 王爷是爱女心妾才 玉玲 你怎么还帮我阿妈说话啊 哥哥 天下父母心啊 玉玲 你真是这么傻啊 是的王爷 我说的是真心话 哎呀 想不到你的心胸竟是如此的宽厚啊 哎呀 我才真希望你能重新考虑做我的女婿啊 嘿 父亲你说对不对啊 是啊 玉玲 你又不是不喜欢我们真儿 你干脆留下来别走了 你在王府 照样可以做一个修行的居士啊 是啊 哎 额娘说得对 玉玲 你听见没有 王爷 父亲 你们的好意我很感激 我相信 我如果留下来 一定可以过得幸福快乐 但是一想到云云众生 仍然沉溺在苦海之中 我的快乐就变成痛苦 哎呦 你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众生有多少啊 你想让他们个个脱离苦海 那怎么可能呢 王爷 众生无变 誓愿度 今生度不满 来生还可以成愿再来啊 啊 啊 难道说你这个和尚 还不止做这一辈子 哎呦 那我女儿可就没咒念了 阿嬷 您放心 这念咒的本事 我还有呢 你想怎么样 玉玲 你不是要度众生吗 那你先把我给度了 启禀王爷 向大人求见 嗯 他来干什么啊 阿嬷 你不要见他 他来啊 想必是为了吴成的事儿 这怎么能不见呢 哎 请他到书房去 是王爷 王爷有课啊 我就不再打扰了 告辞 好 玉玲 你为什么要走嘛 难道你怕向国恩哪 我对他又没有亏欠 我只是因为师兄 他们已经回到崇恩寺了 师父他一定急着见我 既然如此 我送你出去 顺便弃轻地向国恩 哥哥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不要管嘛 你跟我来就是了 呦 向大人哪 怎么大驾光临 我们顺亲王府啊 是不是抓不到吴成 又要拿我们家瑞玲去抵罪呢 哥哥 世纪已经过去了 你又何必说这些呢 我为什么不说 有些人自以为是 一招拳在手 且马令来行 冤枉了人 也是人家活该倒霉 这种人还配当官吗 哥哥 我相信向大人 不是这种人 只是这次的证据 对我不利 所以 他才不得不秉公处理 你 玉玲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忘记了 他左一个证据 又一个证据的神器劲了吗 哥哥 执法者自有他的苦处 你又何必一定要 咄咄逼人呢 好 你是圣人 什么事情 到了你的身上 都是宽宏大量 要是这次没有明光 你早就进了冤死城了 哥哥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 你真是一个烂好人 去让他们欺负好了 看我还会不会理你 哥哥 向大人 有什么吩咐吗 哥哥 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怪玉玲 错的是我 不是他 怎么 你也会认错 我承认 我的确对玉玲 心存芥蒂而言苛了些 可是我的心里 却一直没有好受过 我本来以为 玉玲会因此而怨我 没想到他心存宽厚 这才使得我更惭愧无敌 你早这么说不就结了吗 如果不是玉玲法师的 一言一行感动了我 我还真拉不下脸来说呢 向大人 事情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吧 身在宫门好修行 今后 希望你对那些 误入歧途的人 如果能够 就尽量将他们 重新发落 给他们一个自信的机会 你就福德无量了 好的 我答应你 没想到 让我这么一闹 才闹出个名堂来了 你们现在是误会兵士 化敌为友了 那是不是要感谢我 阿弥陀佛 哥哥 你就不要再闹了 你再闹下去 我看我都要出家当和尚了 你不是有事要找我阿妈吗 是不是吴城有消息了 对了 这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 吴城已经畏罪自尽了 什么 吴城畏罪自杀 王爷 表面上看来 吴城是畏罪自杀 可是依下官看来 是被人灭口的 你凭什么这么说 凭这封遗书 王爷请过目 你说得不错 这封遗书的确有欲盖迷扬之邪 这么说来 本案 除了吴城之外 却有同谋之人 王爷 吴城奸杀巧儿 驾获御林的目的 已经很明显了 因此下官认为 只要查出 跟御林结怨之人 就可以查到 本案的同谋 向大人 你不必查了 这件案子的主谋 闭着眼睛想 就知道是谁了 哥哥说的是谁 江南的部证史 拜世瑶啊 拜世瑶 御林 你怎么会跟他结怨呢 这个 卧民意托福 我来讲吧 这个拜世瑶啊 苛征良税 无意间 被御林给发现 我禀告了阿玛 因此断了他的财路 所以他就记恨在心啊 可是 这拜世瑶是吴城的舅舅 他下得了手吗 哎呀 他自己的命都要完了 那还管得了什么舅舅啊 向大人 拜世瑶 拜世瑶 是这件案子的主谋 是毫无疑问的 你就抓人吧 这 怎么 难道你不敢抓他 不是不敢 而是没有证据 这封遗书 不就是证据吗 王爷 您看 这遗书的笔迹 是不是吴城的 是啊 您确定吗 哎呀 他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还认不出来吗 这就是了 既然遗书是吴城的亲笔 拜世瑶大可推得一干二净啊 那怎么办呢 难道 就让他逍遥法外不成 哥哥 请稍然勿躁 拜世瑶既敢苛征良税 朝廷中必有勾结 我这就即刻回京 只要一发现证据 我就立刻将他治罪 这倒是个好办法 既然如此 你就快点回京吧 那下官即刻赶回京里 下官告辞 王爷 哥哥 贫僧也要回崇恩寺去了 怎么 你不渡我了 哥哥 如果你有心学佛 今后每逢十斋日 我就来为你奖金吧 什么 你要我替你讲经啊 是啊 经典都是佛陀的观音 了解了经义就可以开悟 到时候非但可以自渡 也可以渡人了 你解这牛头不对马嘴了 我说错什么了吧 哎呀 玉琳啊 你可真是敢不敢吹火一窍不通啊 这这哥哥哪是真的让你度他呀 他说来说去啊 还不是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吗 王爷 我如果是个口不应心的人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 哥哥 难道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 好了好了 你们都不要说了 玉琳 你走吧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好了 哥哥 我 不要说了 走啊 走啊 玉琳师母 明光 玉琳师母 你可回来了 大家都在等你 师父跟师兄他们可好了 好啊 他们都知道你多化了强盗的事 我 我猜你回去之后啊 老师父一定会夸你的 如果师父夸我 我就把你的功劳也说出来 让你也沾沾光 好啊 那你可以不要忘了 放心 不会的 玉琳 你说玉琳就要回来了 是啊 师父 卧名后妇 这一连串的劫难 真是够大受的了 是啊 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 日后师弟 必然是光耀我佛门的一位高僧啊 我是担心 他的我执太重 我执重 则难免供高我慢 有己无人 因而造成他的挂拜 师父 这是真知灼见 那就找机会开示他吧 还有 不 会有我们的 可是这方面我不如你啊 师父 你跟他的渊源还需要我来说吧 师父真是为老能仨 师父 弟子玉琳鼎礼师父 玉琳 你回来了 是的师父 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这些日子真难为你了 师父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佛慈悲 家批弟子 弟子才得以逢凶化吉 转为为安的 既然你知道 我佛祖家批 那就应该好好地去拜拜父王 我彌陀佛 弟子遵命 玉琳师父 明光 玉琳师父 老师父夸你了没有 没有 没有 怪了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知道 玉琳师父 你去哪里 玉琳师父 你来 我来 你来 你去哪里 去哪里 挺来 你来 今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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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有吧 我又觉得冤 你说 这不就是妙友吗 哥哥 我不想耽误你 如果有合适的人 你就 就嫁了吧 什么 你以为我是那种朝三暮四的女人吗 那 这件事 你就不能回心转意 当和尚 真的那么好吗 玉玲 大聪我认识你到现在 你除了受罪 就没有别的 我就不相信 你这种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和尚 有什么好快乐的 我们是人 人都有七情六欲 悲欢离合的毛 你硬要把她看破 她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你已不疼 你也不疼 我得不疼 你还不疼 你都没有疼 你不能疼 你不疼 你不疼 我疼 你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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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林故事是清朝处年帝王和全国民众的老史 现在电视剧演出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抗争和社会人形 增压能养道的武器 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 请见你眼中反飞的寂寞 问你心想什么 微扬的嘴角 又强烟的嘲笑 这样的夜 热闹的街 问你想到了谁紧紧小眉 我的喜悲 昔你耳背 这样的夜 热闹的街 吻你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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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